這是利用iPhone 8 Plus搭配了Canon 2470 F2.8拍攝的畫面 由於手機的普及 大家都希望能夠在錄影方面呢 再多加注相之類的這種 背景虛化的閃景畫面 前景深 往往要花很多的錢 但是呢 機身進步的那麼快 每年都有新機型推出 花費起來挺嚇人的 那這時候呢 我們不妨把一些底片時代留下來的舊鏡頭 拿來改成手機用的 那麼形成現在這樣的一個閃景畫面 那如果光圈更大的話效果會更好 這是2470 F2.8 那麼操作的時候注意一點 你要想辦法讓你的手機呢 進行手動對焦 不然就會像現在這個現象 這都是自動對焦的現象 就是前面是手動的 那相機 手機本身呢 是自動的 這時候就會有呼吸的問題 他會呼吸來呼吸去的 我們在操作這個的時候呢 如果說你持續沒有把光線定住 沒有把自動對焦 改成手動對焦 多多少少畫面就會有一些些 那種就是呼吸的問題 還有忽明忽暗的問題 最後呢我們會用一個方式 就是讓大家看一下我把 那個設定改為手動對焦之後呢 的效果會比較明顯 再來就是他的每一個焦段的焦距呢 都不一樣 他沒有辦法就是說 在遠端焦段跟廣角焦段的時候呢 固定起來 他每一個變焦都必須要做 所謂的對焦 所以沒有辦法做Zoom嘛 好最後這邊呢 是我把那個 畫面呢 自動對焦給關了 自動對焦關掉 然後呢 再利用前面做 手動對焦來進行 注意一點喔 腳架的部分 你必須要再趕快再 調整一下 比較大隻 我這是拿一隻這個臨時的小腳架 所以畫面的晃動感還是有 還有他的固定方式呢 有一些技巧要注意 不然他的那個鏡頭 謝謝您的觀賞 有任何疑問歡迎留言 我們找機會拍給大家 掰掰